台北國際海碩女子網球賽 今天結束了會外賽的賽程 我國僅存的地主代表詹景偉 以直落兩盤 擊敗了克羅瓦西亞選手 挺進會內賽 這是他第一次自力拿下會內賽的門票 賽目點對手的回擊出界 讓我國網球女將詹景偉 如願地以6比4 6比1直落兩盤 第一次用球拍自力打下 台北海碩女王的會內賽門票 今天表現還不錯 但是可能他的打法比較偏轟突一點 所以這個快速場地對他來講 比較相對來講 比較沒有那麼有優勢吧 我覺得 其實這場比賽 詹景偉一開始打的並不輕鬆 前一天才打完一場三盤大戰的他 會外賽第二場比賽 要面對來自克羅瓦西亞的 特洛莎莫德薩 首盤雙方形成拉鋸 詹景偉是靠著關鍵第10局 對方發球局的接連失誤 才辛苦想下第一盤 第二盤 莫德薩的體力明顯下滑 也讓詹景偉逐漸掌握場上的節奏 破了對手三個發球局 順利買單這場關鍵的比賽 挺進到會內賽 因為第一盤我基本上我也是領先 3比1嘛 然後打到3比3 4比4 就是前面想要逛 但是太急了 自己太著急 所以就造成比較多失誤 然後第二盤就是 就先把落點 先打準 先打穩一點 然後把落點控制深一點 然後再來找第二盤的機會 海少女王會內賽 今天4號開始 一直到星期天的決賽 在台北小巨蛋舉行 民眾可以憑發票免費進場關賽 UDN TV 徐三城 吳明星 台北報導 我們下載到 我们下期再见